晚林好 欢迎收看油电TV晚间十点准新闻 我是谢礼文 新闻开始 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外界最关注的话题 是立法院长王金平身陷的司法的官说风暴 今天晚间王金平从马来西亚反国 也倾向火线来澄清官说的指控 他认为司法的滥权问题存在已久 打电话过去只是要提醒不要滥权不是官说 对于外界劝劲王金平组第三势力的呼声 他在强调自己对国民党的忠诚 大声疾呼对司法改革的期盼 在多名立委和支持者迎接下 立法院长王金平终于搭击返台 面对官说的指控 王金平再次澄清 目的是要提醒法务部及高检署 依法不要有滥权上诉的情形 没有要求不要上诉 所以本人与曾部长及存检察长的通话 并非官说 王金平认为司法滥权上诉问题存在已久 打电话是提醒不要滥权而非官说 他也将矛头指向特征组和最高检 强调自己捍卫民主法治的决心 和总统一样 相较总统府的强硬措辞 王金平话说的委婉还不断强调自己对党的忠贞 王金平表示对党一片赤诚 而且不辞职 不退党也不罢免总统 将重点放在司法滥权 不愿针对马总统 尽管身陷风暴 这位立愿龙头身段依旧柔软 UDN TV众朋友报导